匈牙利外长 以召见乌大使抗议泽连斯基攻击性言论 当地时间4月6日 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部长西亚尔托表示 该部当天以召见乌克兰驻匈大使 抗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的攻击性言论 西亚尔托称 乌克兰领导人是时候停止侮辱匈牙利 并尊重匈牙利人民的意愿了 泽连斯基此前施压匈牙利总理欧尔班 称他需要在俄罗斯和另一个阵营间做出选择 据今日匈牙利网站4月6日报道 西亚尔托在社交媒体脸书上发文称 匈牙利对俄乌冲突的立场很明确 我们谴责军事侵略 捍卫乌克兰主权 接受了数十万难民 还向乌克兰运送了数百吨食物及其他捐赠物资 但西亚尔托强调 保护匈牙利人的安全 依然是匈牙利政府的首要任务 这不是我们的战争 我们应该置身事外 他说 政府不会损害匈牙利人的和平与安全 因此 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投票 支持制裁俄罗斯能源 西亚尔托提到 在刚刚过去的大选中 欧尔班所在的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 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我们可以看到 乌克兰可能会有另一个符合他们利益的结果 但我们不会就这个问题讨价还价 他们把乌克兰人的利益放在首位 我们也会把匈牙利人的利益放在首位 西亚尔托强调 任何指责匈牙利极权主义与战争串通仪器 或所谓匈牙利决定令人遗憾的言论 都是无法令人接受的 乌克兰领导人是时候停止侮辱匈牙利 尊重匈牙利人民的意愿了 他说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曾透露 该国85%的天然气和60%的石油依赖俄罗斯供应 因此它不会制裁俄罗斯能源 否则匈牙利经济会陷入停滞 欧尔班上月还表示 匈牙利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同时禁止通过匈牙利领土向乌克兰运送武器 当地时间3月26日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再次就俄乌问题表态称 但匈牙利只会根据本国利益形式 他强调 我们不是乌克兰人 也不是俄罗斯人 我们只支持我们自己 当地时间4月5日 泽连斯基在乌克兰公共电视台发表讲话时 试图向欧尔班施压 他声称 欧尔班必须在莫斯科和另一个世界之间做出选择 泽连斯基称 匈牙利人民对乌克兰人民的看法是积极的 他本人也曾多次要求欧尔班与乌克兰政府成员会面 我想和欧尔班取得联系 我给他打了电话 邀请他参加一个会议 我主动提出与他见面 我敢肯定他很害怕 害怕自己被冒犯 却说他不害怕任何人 但他害怕俄罗斯对匈牙利的影响 不管他喜不喜欢 现实就是这样 值得一提的是 在4月2日匈牙利大选之前 西亚尔托曾透露 乌克兰正在与匈牙利反对派进行谈判 希望干预选举 欧尔班本人也在胜选演说中表示 选举中乌克兰总统站在了反对自己的一边 不过这一说法遭到乌方否认